哈囉 歡迎收看環哥GameReview 今天的影片要來評測一款獨立遊戲 螢幕判官 螢幕判官是由台灣的獨立團隊光瓊遊戲製作 目前已經在Steam、Switch和iOS平台上架 也預計會推出Android版 在開始這次的影片前要先說明一下 由於螢幕判官是一款劇情取向的遊戲 這次的影片會盡量避開劇情內容的部分 因此還沒玩過遊戲的玩家也能在只有極少量劇透的情況下 大概知道這是一款怎麼樣的遊戲 至於遊戲的劇情心得我會放在下方的字典留言當中 相關的內容也請各位在那順留言中討論 感謝各位玩家的收看以及配合 螢幕判官是一款以盜趣法說故事的遊戲 描述約在1970年代的台灣 那個還沒有忘記網路 電視媒體也是老三台獨大的年代 發生引起震驚全國的事情案 而遊戲藉由回顧兇嫌不同階段的人生故事 交錯著案發後新聞台的報導 玩家們將發現隱藏在悲劇後不為人知的一面 遊戲的美術設計充滿了早期國立編譯館課本的風格 不論是角色還是遊戲內的場景 對於大多數的台灣玩家而言 可以說是既熟悉又親切 操作非常簡單 僅有移動角色和互動 以類似文字ABG的方式推展劇情 在通關的過程中 又會發現製作組融入了不少小遊戲於其中 譬如類似滑龍道的內容 將指定的小朋友推到某個點 或開出一條道路 逆中閃過敵人視線的遊戲設計 需要左右移動閃避障礙物的逃命關卡 類似QTE抓節奏按時機點的小遊戲 不同的小遊戲會穿插在各個段落 但老實說難度都不高 即便有些段落會讓人重視好幾次 但只要多嘗試了幾次就能抓到訣竅 順利通過 關卡的地圖也都是直直通到底 不會有那種繞了繞半天 還是找不到路的情況 同樣的小遊戲在不同段落也會加上各種不同的設計案阻礙 充分展現了穩重在遊戲設計上的巧思 類似逆中遊戲的設計也不難 敵人都會在固定的路線上行走 即便被抓到後很快就能重新開始 且從真點的安排也很親切 遊戲中除了主線劇情外 還遍布了各種不同的收集要素 這些收集要素大多都不會藏在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且在畫面上也格外明顯 每個收集要素都有他的故事在 跟加強的玩家們想把他們全找出來的意願 而說到遊戲的故事劇情 在不劇透的情況下我大概只能透露這些 本作在劇情上掺雜了眾多議題 像輿論殺人 家庭倫理和校園霸凌等等 這些議題對你我而言都不陌生 因此使得遊戲的劇情很好理解 但在懸念鋪陳上個人覺得還不錯 不會有太快就破梗的情況產生 螢幕判官採用了不說教的敘事手法 把他想要傳達的內容和想法給了玩家 並也給了玩家願意去反思這些問題的機會 一些穿插在遊戲中的片段 某些場景中的物品 以及主角在年輕時代所幻想的場景和角色 很明顯的充滿了各種深淺不一的隱喻 本作整體的長度不長 即便將卡關重來的時間算入 我個人約花了一個小時半的時間通關 且在通關後也只剩下找遊戲中的收集要素 以及額外的成就內容 這些成就大多都是無傷或不被發現通過特定關卡 但除了解鎖成就外 沒有其他讓玩家去挑戰的優因 有點可惜 本作還有一個隱藏頭目 不過難度非常高 打到最後一絲組成千古恩是家常便飯 總結下來 雖然螢幕判官是很典型的一輪遊戲 在破關後能遊玩的內容也不多 但就像之前評過的Goro Goro 和Braid一樣 去探討遊戲想要傳達和暗示的內容 也是增加耐玩度的一種方法 且遊戲在各平台的售價也不貴 即便是售價較高的Steam版和Sweet版 基本上也只相當於讓電影院全票的錢而已 因此這款螢幕判官 還是強力推薦給喜愛劇情像遊戲的玩家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 就幫忙把這部影片 分享給還沒有入手螢幕判官的朋友吧 我是環哥 我們下次再見囉